美股急挫,支持在哪? 在未講今日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312點,修補24,695點 成交非常之會,約有2131億 今天港股這麼大成交,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恆子換馬 這個要留待待會再說 今天恆子跌了300多點,其實最多的時候跌了500點 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昨晚美股急挫 美股急挫,跌幅很大,特別是科技股 令到全球股市都有點偏遠 等待會再和大家逐個主要指數,去看看他們的支持位 未看美股之前,都要先看一看港股和內地股市 看看恆生指數走勢圖 昨天都和大家說到,其實已經失手了這個上升軌 已經轉黃燈,短線轉黃燈 說到如果跌穿這條中期上升軌 就轉紅燈 這一日8月20日的低位,24621曾經跌穿過 但是今天又收回在其上 所以這一個紅燈都是短線的 收回在其上 接著下一波重要的支持位 就是8月7日的低位,24167 如果跌穿,收回在其下的話 就是中線都要轉黃燈 進一步減遲 目前來看,高風險的股份 是應該要進行減遲的 因為跌了下來 也都上升軌失手了 不過收回在8月20日之上 就不是完全淡得了 為什麼不完全淡得了 因為有部分的投資者 認為美股這個跌 基本上只是一個調整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這樣 我們要先做一些假設 就是美國聯儲局會不會繼續放水 如果覺得聯儲局會收水 那美股這個就非常之空險 因為升到這麼急 升了這麼多 然後開始跌 那就肯定大件事了 我自己假設就是聯儲局不會收水 它會繼續無限量寬 那就是水源那裡不要緊 這是第一 第二 要有一個假設就是 在11月3日美國大選之前 特朗普會繼續支持美股 還是任由美股下跌 我的假設就是 特朗普在11月3日大選之前 繼續出盡力會支持美股 因為美股是他的政績 他會以美股宣傳作為他的政績 當然另外一方面 就是民主黨不排除 就很想美股下跌 就是以反映 特朗普不行 但是呢 特朗普現在還是當權的 他應該會動用他一切的力量 去支持美股 至少去到他大選之前 都不會比他真正大跌 好了 那這兩個是假設來的 會不會假設錯呢 要看一路的步驟 最重要是聽兩個人說 第一個剛才說的特朗普 第二個就是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如果他們兩個分別都放一些 夾的言論出來 我猜美股都是一個調整震盪 好了 先看這個標普500指數 標普500指數呢 一直一直升上來 技術上高 肯定差了 昨天不用說的 肯定差 那現在的 短期支持位在哪裏呢 就是這個 中期上升軌 即是五月份 一直很多點踏上來的 還有這個其實和這個前浪頂 就是之前在八月份 都做了高位的 做了一個平台的 大概3350區 如果這個平台底 即是用八月二十號低位 八月二十號低位 就是3354 所以3350區 就是一個關鍵的水平 記住3350 如果跌穿3350 收在旗下 那短線才是轉弱 現在是黃燈 並非紅燈 跌這麼多都還是黃燈 其實你看它一天就跌很多 但是如果論整個走勢來看 這個是一次調整 不要忘記六月都調過 六月都是跌下來的 跌完之後 大概三個禮拜 如果連連 它再反上來牛皮的時間 大概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又再創新高 即是試過的 記住 所以不要這樣 見一天 就說它一定死 聽到風 就未必一定有雨 所以都還要再觀望 是不是跌穿3350 好 最重要的是納子 因為納子才是整個升浪的領頭羊 也是全世界最關心的 現在那些大型科技股的反映 好了 昨天納子跌了5% 很金的 之前那天 一個調頸形態 然後一個陰燭下來 短線不用問 每天都轉了黃燈 一定轉了黃燈 即是不要勇 不要搏 跟標普500比數一樣 不過 是不是轉了紅燈 就還未是住 要看著這個位置 就是11,000點 大概11,000區 如果收在11,000之下 就真的轉弱了 又是之前做了一個平台 這條上升軌 中期上升軌 5月乘搭上來的 在這裏 大概11,000區 萬一 真的失守11,000這個位置 短線要轉了紅燈的話 即是科技股 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跌浪 到時一定要減少 暫時來看 看著11,000是否能守得到 我自己覺得 好像之前那樣 都是跌過下來的 大概在11,000這個水平 應該會有一個支持力 即是守住在這裏 因為事實上 現在是炒過了龍 就不是有重大利淡消息 記住 是兩種不同的 即是難聽一點這樣說 你吃得太飽 吃到滯了 要去廁所 去餓 但不是腸胃有什麼生病 如果真的有事的話 他就大赦了 真是很大件事 所以你看著 他會不會失守這些支持位 會大赦 大赦的話 當然是沒有鞋玩劇走 現在所以 為何說轉了黃燈 即是一個要警惕的 不是說不用危機感 是需要提高危機意識 提高危機意識 不要聽到風就是雨 還要再觀察 看看這個 例如納指就是萬一區 剛才標普500指數就是3350位 那道指有多少 道指大概是27500 大家看這個圖 27500 這個就是上升軌 也是密集區的低位 這個前浪頂 6月8日這個就是2750 所以27500區 27500區 大概這個位 這條上升軌 是低一點的 可能是接近27300 27250 即是接近8月20日的低位 這個低位是27526 都是差不多的 那個水平 不過不要緊 我們用27500 如果萬一失守了 你要小心 暫時我估計 到這些水平會有支持 到時再看 剛才說 有兩個人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特朗普 第二個就是鮑威爾 他們究竟會不會出來穩定市場 好 講完美股是這樣 其實我們看看 剛才看了恆子 內地股市是怎樣 內地股市今天 比港股更好些 上證指數跌幅 是0.9% 3355收 今天跌下來 其實連之前這個低位 8月27日的低位 3312都沒有跌穿過 也沒有跌穿過 即是說 A股其實不太大反應 不是很害怕 OK 不是很害怕 這是一個震盪調整 這裏的三個位 我覺得作為短 或者超短 中、長 短、短、中期的止賺 止虧位 標出來了 三級 萬一收在3312之下 減遲 短線部分 萬一收在3335之下 進一步減遲 進一步減遲 但是我估計 如果從今天的情況來看 其實就不太害怕 因為畢竟 上證指數 其實已經在7月份 這裏見了高位之後 一直橫行整固了一個多月 消化了很多獲利回吐的沽盤 就不像美股那樣 升過龍 特別是納子 升到過了龍 因為它沒有調整過 沒有怎樣休息過 出現一次比較大幅度的調整 射一射 就很正常 A股沒有什麼事 美股其實在高位 暫時研判它都是震盪 港股真的特別弱一點 連中期上升軌都跌穿了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指數的結構成份 有很多傳統股在裡面 其一其二 很多中美的問題 全部都在港股那裏反映 跟印度之爭都在港股那裏反映 香港的股市比較多 立體的事情 全部都反映了 所以比較弱一點 不過 今天之後 情況可能有一點點好轉 我說一點點而已 不是很多 因為恆子成份股換馬換入了一些新經濟股 但是比例還不是很多 比例上高 以前騰訊為主 現在 今天之後 會換入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所以今天大成交 大家明白了 阿里巴巴這些情況如何 其實在高位那裏一路上來 那條中期上升軌 就大概230元左右 距離很遠 固然這個 你當它長線的止讚位 就是這條軌 止讚止蝕位 這條軌 未跌穿就一點都不用理它 短線是怎樣 如果短線 我覺得用今天的低位 就作為止讚止蝕位就可以了 如果你還拿著的話 你真是怕 因為今天震下去之後 你見到一枝羊竹上來 所以今天低位265.2 你當它265元 265元 如果收在旗下 短線就走了 否則的話 可以再坐一會 今天倒下來之後 3.5%固然是多 但之前都是彈上來的 彈了很多 今天倒下來之後 你都是羊竹收的 可以再坐一會 跌穿265元 收在旗下的話 短線走 中線是一個密集區底部 其實是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爆上來之前 就是這一日 8月12日 8月12日 低位238元 如果收在238元之下 中線都減遲了 其實這個位跟長線差不多 而這條中期上升軌 慢慢會變成長期上升軌 如果一直不跌穿的話 如果高於這裏 以後就用這條長期上升軌 作為止賺止洩位 很清楚明白了 小米的情況都是類似 今天換入了小米 小米更厲害 到升2.5% 即是還未搶夠貨 今天要搶 今天的低位 昨天配股 中線點 這裏有一個上升列口 上升列口底 18.2元 當是18元 如果收在18元之下 就中線走 長線 這條上升軌 大概16元 很清楚 今天低位22 18 16 好清楚 若明生物 今天回吐回2.5% 即是高手 昨天配股 兩天前配股 再之前星期三那天配股 配股之後 今才來跌 油行指成份股 好了 今天的低位 亦都是作為短線的支持位 181.7元 如果你齊頭180 如果收在期下 短線都走 因為其實又配股 又成這隻 就沒有剛才那兩隻 我覺得這麼硬正 這條長期上升軌 大概160元左右 我覺得跌穿 你當它中線走也好 長線走也好 否則的話 你如果再分多一格 就是用8月12日這個低位 151.9 你當它150 即是 今天的低位 今天低位 是181.7 如果齊頭就180 另外160 150 就分三格 如果要走 分兩格的話 就180 160 就作為這個支持指賺 指洩位在這裏 暫時當 今天雖然跌得比較近 暫時都當這些 對這些高科技股 是一個震盪來的 恆指是比較轉弱了些 轉弱了些 原因很多 不只是美股跌的 因為本身我們都弱 美股昨晚才下跌 本身我們已經弱了很久 你看到這幾天 就是由禮拜初 開始已經一路一路弱 所以就不要只是賴美股 如果這樣就不公道的 美股弱固然就造成了 我們今天下跌 但是我們其實 今天真的下跌1.幾% 真正有其他原因 其他原因就是 剛才我講的 中美 連中印 這些都在港股那裏反映的 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的市場 就是一個這樣的市場 大家要認識 我們也有很多傳統股 在裏面 也能拖累到 指數不去 希望 剛才說到 換了馬之後 市場 就會被科技股那裏 帶到我們上 希望是這樣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裏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